继汪小飞感慨自己老婆为了减肥几乎突破人类极限之后 大S也接受台湾媒体访问 大谈自己在两个月内减掉20斤体重的心得 还公布了减肥餐单 月时凌晨汪小飞又连续发了多条微博 似乎是失眠呀 她先发了一大堆旧图问大家春节有啥安排 要不要去台北热闹一下 而她也在留言里与网友互动 称自己只要在台北上 台北就会到S酒店待着 接着一个小时之后她就告诉网友 这一个月他们全家都被病毒侵袭 儿子病了三次 她自己倒下十多天 大S也中招了 不过之前这些话都只是铺垫 最关键的是女儿今天也发烧了 看到她这样我心都碎了 陪她看卡通片 结果看到最后我抱着她大哭 最后有网友质疑汪小飞靠老婆养家 她一时没忍住回应了这位网友的言论 小飞表示 她很支持太太的视野 而她在台北的酒店只是她的爱好与梦想 真正赚钱养家的收入来源还是在北京 她还列举了自己的一系列投资 经历了十多年的餐饮以后 哥只想干自己喜欢的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by bwd6